老师 这是我的耳朵 我检查一下 干干净净没有灰尘 进去吧 老师 这是我的耳朵 我检查一下 怎么脏兮兮的 不能进 拿走 好吧 老师 我的耳朵你检查吧 这次我要测一下听力 播放音乐 怎么回事 小贝 你的耳朵怎么吐了 是 因为 因为我的耳朵它不喜欢听音乐 喜欢听脚 老师 你讲课吧 好 那我给他上一课 喂 耳朵 你别走啊 小贝 耳朵逃走 不能进 哎呀 耳朵 我知道你不想听课 为了我你就坚持一下嘛 这下好了 我不能去上课了 小贝 你怎么还没去上课 是老师不让我去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听课了 我也是 老师今天检查我的耳朵 看到了我耳朵不干净 就不让我进了 那你怎么还不给耳朵洗干净啊 我懒 我不行 可是我不能不去上课啊 怎么办 这样吧 大宝 我俩换一换耳朵 我来给你洗耳朵 你拿我的耳朵去上课怎么样 可以 我有办法让你的耳朵听话 老师你看 这次我的耳朵合不合格 让我检查一下 除盒日当午 汗低盒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竟然没吐也没跑 好 及格了 耶 那老师我进去了 老师你看 我洗干净了 这次我能进学校了吧 我要检查一下才行 这里是干净的 这里也是干净的 这里也没问题 好了 你可以进去了 终于搞关了 既然大家都进来了 那我就来陪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这个小游戏就是 蒙眼找耳朵 好 可是这不是我自己耳朵 我能找着吗 希望我能找到大宝的耳朵 给你们眼罩 都戴上吧 再把耳朵的顺序打乱 游戏开始 你们猜吧 耳朵耳朵 我知道你最喜欢听我唱歌了 听我说谢谢你 以为有你 温暖了自己 俊阳我来了 老师我找到了 哎呀怎么办呀 我找不到大宝的耳朵 我该怎么办啊 不能被老师发现 我们换了耳朵 耳朵耳朵 听话快来我身边 时间快结束了 没找到的小朋友们 快一点啊 五 四 三 二 一 游戏结束 小辈大宝都没找到自己的耳朵 游戏失败 小雪成功找到 今晚没作业 谢谢老师 小辈大宝 游戏失败 今晚作业翻倍 不要啊老师 我们找不到是因为我和大宝交换了耳朵 我们向你承认错误 能不能作业不加倍啊 我就知道有猫腻 以后不能再骗老师了 这次我就原谅你们了 知道了老师 我们以后会做个诚实的好孩子 赞好 小距离 那我们是回案了 看 没 感谢观看